這個地方,旁邊的住宅區是住三 可是是不是絕大部分都是在那個 頒布住三之前,蓋的那些老宅 所以他的390號不是住三 是不是這樣 他大部分都是四五層的公寓 那他的年代也差不多在六零年代上 對,應該是這樣 各位還有我們今天非常關心的民眾 我也是非常認同 我們今天的民眾的表達、重點 或者是他們的訴求,我都感同身受 那在這裡,因為我是以前在市政府 當年這個地方應該算是 海北也是住宅早期 就很密集,你看那個紋路 都是好像沿著巷道的兩旁 沿著巷道就這樣蓋 然後中間有一個好像是防火像 我不知道像這種防火像現在 是不是也變成有門牌號嗎 或者是有通火,我不知道 不過從這個地圖,這個圖 我是看我現在手上的圖 都是這樣兩牌兩牌,然後中間巷道 然後我們那個 這裡是住三是五十...四十五、兩百、二十五 對不對 可是當年因為沒有定容機率的時候 都是照道路寬度的一倍半去蓋 所以你們現在蓋的出來的房屋 除非後來又改建,單獨拆掉改建 否則當年蓋的時候 都是在那個...我們那個時候的定容機率 好像大家都反對 所以很多都是這個在... 讀委會就有一個規定 就是說做細部計畫公開展覽的時候 跟大家講說 將來這個地方是變成這個二百二十五 四十五 大部分人可能一般民眾 可能不自動很清楚 但是房子只要是在這個時間以前蓋的話 都是享有舊的制度 就是用那個道路面積的一倍半這個高度去蓋 所以事實上現在這裡的容機恐怕都是三百九十 這個可能大家住的時候 不是很清楚 我的覺得是這樣 所以你看喔,這個地方喔 是台北市非常密集 還有那個五星街那一代 還有那個五分府那一代 都是有這種相同的地方 都是搶在那個花布之前蓋的 都到舊次 都比現在大概多... 現在是二百二十五 以前大概多在三百九十幾 所以大家有那個感覺 那麼第二個就是說 那個時候大家也不喜歡公共設施 大部分都是最好就是我來蓋的 這個滿滿自宜公園 可是現在的時代不一樣 大家非常希望有這個公共設施 所以那你從這個西部計畫看起來 這附近幾乎都滿滿的 所以這樣子的一塊開放空間 又有很多的綠地 原來我剛剛看到那個有一個市民 空罩的那些東西 我是覺得這一塊地真的非常寶貴 這樣子的綠地 這樣子就是彌補這樣子的這個不一樣 好像大家有時候會提出 哇,紐約市這個萬丈奇高 可是中間有個大型的中央公園 不過在這裡面是住宅 我是非常贊成說 這個地方喔 第一個 這個大家避免不了 都是一定要共同享受的 就是兩個禮拜前喔 那個兩次地震 後來就有什麼學者專家 我們這個學者專家 跑去當環保委 那個環保署長 要不然他一定 他是地質專家 會委員 這個地方到底這個地層 這個斷層帶 還有兩個禮拜以前說 哇這個地震啊 什麼火山會爆發 大層山會爆發 所以那個天武一代啊 這個皇帝禪啊 這個將來的手衝 諸如這一類的 我的第一個看法是 這麼密集的地方喔 今天有這塊地要做的時候 第一個 我的優先秩序應該是 防災避難空間 絕對只要欠錢 因為你沒有辦法去叫大家說 少蓋房子 但是防災避難空間 今天剛好有個機會出來啦 你就一定要充分考慮 第二個 這麼密集 這個公園啊 如果留在這裡啊 那大概那個外部的好處 可能是這邊嘛 啊這邊呢很高興 可能他今天也許都沒有來了 這個過去我的經驗是這樣 看到畫在商業區 或者是公園的對面喔 他都不會出來講話 那其他的人 那我非常贊成剛剛的想法 如果是有綠地 有兩種 我們都市計畫畫的綠地 應該要某種程度 最好是幾個零結構啊 都要這個共同享受 所以剛剛有人提說 啊五十公尺啊 或者我們上次在內湖那邊 討論那個四大運的那個體育場的時候 後來好像退縮了二十公尺做綠站 這個我是覺得是可以考慮的 再來就是說 建築的時候留下來的開放空間 將來可能也是以綠地 或者是開放空間的形態 現在我覺得用這種圖啊去溝通啊 大家都看了以後都沒有感覺啊 我在想說 哇將來可能都蓋得滿滿的 蓋得滿滿的 所以呢 我是建議你們喔 我的一個結論就是這樣 這個這個案子 我實在是覺得 還要溝通 再溝通 今天來談的就是沒溝通嘛 他們也不反對這個做公民住宅 基本上我聽來是這樣子 第二個訴求也有道理 就是綠地開放空間 還有這個道路的巷道 也一定要趁這個機會 我們剛剛好像有講說 喔將來會要求建築物退縮啊 什麼等等 可是為什麼燒香都燒在前面 就是說我現在就是趁這個機會 把這個比如說八米的啊 六米幾米的巷道 我們更新的時候都要求那個建商啊 這個要把那個基地就是 都要退縮嘛 那像這些地方喔 我都覺得還不如啊 就是把都市計畫的這個項道 一定要先滿足這一方面 才說把地拿去招商啊 然後來幹什麼 這個我是覺得我們都委會 一再大概都是有這樣子的原則 做先啊 那再來最後一點喔 我是覺得喔 這個案子聽說 假如說四月份又要再招商喔 我真的也是覺得 我剛剛聽了好像那個法律都OK啦 但是還在打官司 沒有完全清得乾乾淨淨的時候 我是建議是說 這一點是不是我們市政府在政策上 應該要慎重 剛剛那個舉例很好啦 婚姻沒有解除乾淨 然後扣扣扣 最後又來 這樣子其實又把那個 比如說現在的那個 現有的在一家投資公司 他也不滿意 他新來的那一個喔 將來他一定也很害怕 說哇 這個地方我即使得標以後 恐怕市民的力量或者是什麼 好的那個投資也下不去 這個大家都輸掉 所以我是比較建議說 我們市府在政策上 最好先把這些 那總有一句話 在這個地方喔 我建議一定溝通溝通再溝通 然後你拿一個 立體的模型的一個空間 去給市民看 不要只有一個空間 你一定要做幾個模型 說我將來 所以我們一定要趁這個機會 我們的細部計畫不夠細啦 一定要做到都市設計 把它所有坐落的 將來 建商你不可以這個隨便 說你自己這個挨著馬路 或者是怎樣 你就是怎麼樣坐落基地的地方 然後讓人家左右鄰居看得出 中間都還有很大的空地 那我想他們最好當然是整個是大公園 又是停車場 那這個都不要有這個說投資開發 那我們市政也是抽大家的稅來做建設 那有民間的力量加入 然後又能夠滿足社福住宅等等 我想是創造三億 但是我是覺得今天這個案子 我個人的建議是這樣 今天好像不適合總部的案子 那一定要去溝通 一定要去溝通 你們先 不要鼓掌 因為我也很怕 因為我也有曾經講話 還沒講完 就已經來敲 敲玻璃 在那個地方 垂玻璃 恨不得衝進來揍我兩拳 所以我謝謝你們的鼓掌 但是 所以這樣子我們變成花眼就 很有壓力 所以是不是我的建議是這樣 好吧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創造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